這首歌叫做Again 那就是由Edwin寫的 接著由周耀輝老師填詞 還有Edward監製 聽到覺得很喜歡 那時候一聽到覺得這首歌很感動和很溫暖的感覺 其實做人開心都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可能我其中一件就想告訴大家 其實雖然是這樣 但是這個世界有很多人陪著你 或者很多東西都可以其實 可以重新來過 或者可以一起去努力 一起去令到這件事變得更加好 所以就想用這首歌帶一些正能量 鼓勵一下大家 還有就是告訴大家 嗯 有很多人陪著你們的 這幾年發生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就覺得原來人生裡面 都真的有很多不如意的事 或者有很多不開心的事 但是我覺得只要大家有一個信念 或者只要大家知道身邊有很多人陪著你 其實就會有一份力量繼續一起去走下去 所以我就想藉著這首歌去給點力量感染一下大家 雖然我表達的訊息可能是比較沉重一點 比較深一點 但是MV就想用一種輕鬆簡單 最主要都是想大家開心輕鬆快樂 所以今次跟導演郭健 Kerry又再去合作 那量度的時候就說 不如今次玩一些搞笑一點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一直以來的MV都沒有哪一種 真的可以很搞笑很瘋狂 做了這個故事那樣我很喜歡 一想就馬上覺得很適合交戰的朋友 特別適合肥腸珈琦和阿正 Hillary和Jeffrey就不太適合了 今次的角色 我都有跟她說不好意思你太漂亮了 那你不要適合你 那我覺得很開心的 因為除了交戰之外 都沒有什麼機會跟他們合作 那今次自己作品可以找他們一起玩 那就很棒 那還有今次我又準備了演唱會 所以今次這個MV是我拍攝時間最短的一次 那我又可以丟給他們去做一下 那我又輕鬆一點 那還有都很有信心 對他們的演出 那他們的造型是 我們也有花很多心思在裡面 因為阿正 我一想到他做一個監角 就覺得應該要做個襪子給他的 那所以結果一論都覺得很適合他 就是整個造型 我覺得是perfect match 就是偶爾他出秀 我也覺得可以試一下這樣做 就是我覺得很適合他 這個punk rock的形象 那肥腸就直接突顯了他的優點出來 就是很吸睛 一定會看著他 那佳琦就弄了那個頭 我覺得很適合他以前MK年代的 那些亡鳥外的感覺 那我覺得 就是三個都是 其實把他們的優點放大 那所以我相信他們都很滿意 那我的角色是一個 精靈這樣去守護個女生 那所以就有精靈這個想法 那這個John和這身造型都用了 都用了兩個多小時 但是其實他們背後用更加多的時間 心思 就是其實刺的 刺的片刺很久 這隻二仔還要每一隻 剩六個小時 所以其實他們很有心思 去做這件事 那除了這個造型 還有其他造型 那都是一些比較瘋狂玩的造型 有一個背多分 雖然我的拍攝中數不算很長 或者參與MV出現的時間不算很長 但是也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可以玩 可以玩